嘿,What's up,Action 这期来聊什么 这期呢 我们来聊一下 美国最近这段时间的走线课现状 就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面 我那个去 真的是走线课越来越多了 多到什么情况呢 以前吧,我是十几年前来 然后在这之前呢 我输他们那个也是二十年前来 那是九几年的时候 九零年九几年的时候 哇,然后还有八五年的一批 然后我呢 我应该是属于第三阶段 2011年 这个是属于第三阶了 这就是说明第一代移民 就是第一波中国的移民潮 过去后的第二代来的 差不多也都集中在这个 11年前后五年这左右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各位啊 现在的移民过来的 就是这些走线过来的人 普遍哦 小年轻的 就是什么九几年呢 这种这种 跟我这种年纪差不多的 然后家里条件其实还OK的 基本上都是吃不了苦的啦 吃不了苦的 就是这边干几天呢 就就觉得啊 好累啊 不想做啊 什么的 就就在这边混日子 反正就是在这边混日子 我发现这些人啊 我不得不聊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于这方面的啊 老民移民大家就是满满看的这视频 满看看个热闹 这些新移民呢 我吵 我都不想吐槽了 其实对比以前 十几年前或者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各位来的时候啊 哪有这么多工给你找啊 介绍所找一份工还要25块钱 然后呢 如果是找世界日报的 我那个操 那世界日报上面 基本上能登到广告上面的都是垃圾店 一般都是 你想找好的店都是朋友之间 互相介绍就消化掉了 然后就是找不到工的这种垃圾店的 就是待遇不好的 老板奇葩的 那基本上就挂到广告上面 然后现在来的人啊 操 真的简直的三官那妈碎一地 说句最直白的 我那时候来 我亲戚随便调我两句 人家就意思就是 让你赶紧帮出去 或者自己赶紧出去独立招工 我们就马上走了 那现在这些移民他妈的 来了这边 你知道吗 有的住在亲戚家 这不光是我啊 这不是只是我 我发生在我身上 也发生在其他朋友身上 也有类似的 我吵 住在亲戚家 每天住在谭人街 赖着又不走 找工的又不去 然后呢七拖八拖搞到最后 大家他妈都是翻脸的 这种人大把的有人在 因为都知道美国有亲戚都来挂靠 这么一来二去啊 亲戚都没得做了 呃 独生之女呢 有有好的一面 有不好的一面 大家好像说的最多的都是负面 啊 娇生惯养啊 从小就一个啊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穷人家也生一个 那比如说像我这样子 我从小一个人踢足球 一个人打平盘球 一个人 就是做各种体育活动 然后呢 一个人在家里看漫画 一个人在家里看书 一个人在家里打游戏 那其实游戏也没啥可打的 嗯 你条件不好 你只能玩一些 简单的插卡机玩一玩 还能想怎么样 那基本上 遇到问题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 自己想办法处理 然后这一些的 家里有兄弟姐妹呢 就喜欢 哇 依赖性很强 懂不懂不懂 就是让人家去做 让别人去做 一点独立能力都没有 这种人 我跟你讲 他来了美国之后呢 大部分 亲戚他妈都瞧不起 瞧不起这种人 嗯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小年轻来这边啊 我都不想吐槽了 说什么啊 你们以前早期来的工作多 我呸 我们那时候连工作都没得找 其实 每一个人来美国啊 就是走线的 我们先不聊那些 他妈非常有钱的 一过来就什么开公司啊 整天画大饼的这些 我们聊一些正常的 就是我们这种level的 来美国就是入门级的 你肯定要来这边 先找一份餐馆先做啊 怎么苦怎么来啊 越辛苦越好 先干他三个月 臭的你怀疑人生了 然后你到时候再找一份工 哎 你会有一个心理落差感 为什么说 姜哥我来美国 没有心理落差感 每天都是好日子 越过越好 日子越来越好 是不是 就是因为你的对比就是 哇 跟以前那种苦的日子比 哦 好多了 好多了 人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吧 当你发现 我操 从一个地狱模式 来到一个生存模式 操 这美国这算什么 给我一个最感慨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 那时候我们从亲戚家 其实以前还来 一周不到吧 就直接出来了 我爸妈 我们 然后呢 我们就到了谭仁街 去租了一间房子 那谭仁街这个临时租了 这个小房间呢 也就是四百块钱 很小很小 可能 可能也就是我这个 这个睡觉的这个车这么大 货车后面睡 睡觉那么大 然后呢 就是 就是呢 你多来一个人 人家房东都有一间 就直接把你携给扔进去了 就是这种情商极低的人 还有就是这种 中国大陆那种 三线二线 乡下 小农民 妇女 小男人 这种脑子思维 还有人情事故 完全不懂的人 他来美国啊 他不懂的这些人情事故啊 不是说穷人 就不懂人情事故 他懂 只是个别 但不过 我们为什么会有地域歧视 像我就比较歧视 某些地方的 因为 我不能说是哪些地方的 因为哪些地方都有 但只不过这个局 局部地方啊 这种人会偏多一点 然后各位 有没有发现 这些走线来的 不是说诋毁他们 有一些肯定是很 很吃苦 但是大部分 据我所了解的 就是我看过去的草 没办法吃苦 就做不了几天 就又要换工 就整天就是在那边抱怨 听得很烦 所以我基本上 我基本上 我现在 有问走线的这些 我都是让他们 爱自己看视频去 我自己去想办法 因为你不来一个地狱模式 其实很多人都 没办法走出这个圈子 他妈讲太多也没有用 我告诉你 真的 讲太多都没有用 整天后台 他妈私信我 哎 我要来美国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先来呀 是不是 先来又不来 整天七问八问问 有什么 有什么好问的 大家都是两个腿 两个腿一个脑袋 是不是 路都是自己走的 只不过呢 我发现 确实 现在的真的不行 然后 有个规律 各位有没有发现 就是 早期的 如果是很能吃苦的 这些人 他们到最后 基本上 如果是三官没问题 能遇到个好老板 或者是自己 有点实力 有点想法的 都混得不错 打工呢 就另当必输了 大部分 我觉得吧 都会去开店 都会去做一些 什么小生意 哪怕拿一点钱 出来去做 在美国一直打工的话 我觉得是 没什么前途的 然后 还有一种移民 就是政治庇护过来的 政治庇护 家属过来的 也是搞不清现状 妈的 你叫他去 去好好的 去上班 去远远的地方上班 一定要吹的又吹 吹的又吹 吹的又吹 那种独立自主性 非常非常低 因为在国内 就已经做惯了 这种 所谓的方克婆 我们本地话叫 黄看妈 这是福州话 我们说 比尔卡 哎呦 我操 这种老婆 在国内基本上 是没干过活的 那么来这边呢 高不成低不就 低的又不想做 嫌弃嫌疤他妈的 这种人都是非常难混 对这种人啊 我都他妈的都是抱着那种 无药可治的 然后呢 总总是有这么一批人后 来了美国之后 整天就是鼓吹的自己要去什么 去念个大学啊 念个基地啊 念个什么大学本科啊 八卦 degree啊 我操 念出来又怎么个屌样 我告诉你 我堂哥 我堂哥 亲生的哈 亲生亲戚的 这个 我叔叔的儿子 学到硕士学位了 学会花了快三十八万美金 学的是什么 艺术 学出来的时候 有个卵言 照样找不到工 其实在美国啊 不是说 很多人是把念书 当做一种逃避生活的借口 念书不是无意出路 因为你在国内已经念完高中了 或者念完初中了 其实这种人 他脑子只要不傻 他的水平能力来这边是远远的调达了美国学生 只是很多人不想说而已 你说美国的数学有什么难度 美国的科学课有什么难度 你只要过来把英文学好一下 好了搞定了 然后呢赶紧找一份有用的工 或者自己感兴趣的 其实我老早在国内都跟我一些朋友说了 我说你在国内赶紧学修车的学修车 是吧 学一样手艺学手艺 来着美国也不会灰头土脸的吗 做什么也不是 整天就打电话问我 我现在都懒得去回这些人了 我也懒得去搭理这些人 因为我觉得他妈太累了 没时间去管他们 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就是觉得哈 各位啊 过好自己的生活 放任他人生死 这句话才是最好的 真的 放任他人生死 他妈的我又不是他爹 我管他那么多干什么 对不对 今天扯的有点 有点 瞎鸡巴乱聊吧 反正跟各位就聊这些 还有一件事还想聊啊 就是美国的 这个宗教 就是宗教狂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美国这个邪教啊 太多太多了 什么懒教都有啊 我都去过 我去过太多了 什么各种叉叉功啊 各种魔门教啊 这个都去过都去过 各种乱七八糟的我都去过 告诉各位 凡是痴迷于宗教的这些人啊 他们在美国基本上 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就是你的人生 不是为宗教而活的 就是这些人整天除了宗教 就是搞宗教 我还见过有个和尚寺的 请了一些国内过来的 就是大吃小呗 就是老和尚欺负小和尚 大概是这样子的 在纽约这边 那就是我觉得吧 这其实也很无趣各位 你说好好的人不做 我去做神棍 我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人 大家不远万里来美国 不就是为了实现美国梦吗 然后美金一块换七块 或者一块换八块以前 是吧 大家都是为了挣点钱 让自己过上好生活 你他妈的自己来这边 想做什么也不知道 你他妈的想好好搞宗教 你他妈回在大陆去慢慢搞 这里是妄恶的资本主义 什么都是充满着铜臭味 是吧 而且呢 所有的寺庙 所有的教堂 其实都是以公司的名义存在 说的这么冠冕 谈慌有什么用 你要搞宗教你个人修行就好了 躲到山沟谷里面 哪里去修行就好了 整天装神弄鬼的 最讨厌就是这种人 哇 就是感觉这种人啊 是被寺庙所捆绑 是被宗教教堂所捆绑 他说他是基督教的奴隶 各位啊 你们可以是基督徒 可以是佛徒 但是你们不是基督教徒 跟某某某某士的门徒 那么那个逼得被宗教所捆绑 到底是老天爷没眼呢 还是老天爷有眼 为什么我经常 我对这个是非常的反感 尤其是对对现在 宗教这一类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有一些极端的人 有些人还是不错的 有些极端的人真的是 哇 他们那种做法 真的妈的 就给我感觉 好像老天爷没眼了一样 你知道吧 所以啊 对宗教这个东西啊 我我现在就在美国 就总结四个字 敬而远之 我尊重你 我我我我 我尊敬你 但是我不参与 我坚决不参与 你你不要叫我参与 我也没有兴趣参与 我想帮助人 是我发自内心 我会去帮助人 我不想帮 我就不想帮 因为我看到这个人 没啥希望 那帮他干嘛 对不对 你不要帮 所以各位啊 顾好自己就行 那你管他人生死 是不是 还有就是 他妈的有一些这种神棍啊 哇真的那妈令人讨厌 烦死了 正常生活不做 整天装神弄鬼 在美国这边 好好的 你去打一份工 好好的做个生意 对自己下一代也有好处 我告诉你啊 各位啊 神棍的后代 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真的是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你要这么想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对宗教非常痴迷 是不是 想举个例子后 我有个亲戚就是这样 对宗教非常痴迷 然后有一天 他家里受到了大患难 结果呢 他就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败了 他觉得 我这样子供你 是不是 最后落的这种下场 那还不如不败的 好 你也没办法证明 他存在 你也没办法证明 他不存在 那么与其这样子 我不如敬而远之 万一有遭受患难 或者大不幸 或者倒霉事 我不会去怨天游冷 我就觉得 嗯 这个是应该我去经历的 如果是那种大型患难 他妈的你又很虔诚 我操 像约伯那样子 我大患难 我操 又是死 死七十爹死孩子的 我那个操 是吧 这种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何必再做人 有做到这么没智慧吗 是不是 中国人是不需要宗教的 因为中国人在内心里面 跟鬼佬他不一样 我们 一有智慧 二有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很多 而且 知识也很丰富 哲学家也多 是吧 我们自己的文化 他妈都不了解 然后整天去学人家丢掉不要的 连鬼佬资格都不信 那我们还去信他干什么 你要是灵 那我就信 你要是不灵 那我信你干什么 是不是 当然了 那你也不能一篇盖全 我 我信不信是我的事 我觉得我对老天爷 我很尊敬他 我没有去诋毁他 但是呢 我又不想跟他走太近 当然我也不想跟他走太远 我敬而远之 就行了 我还拜一拜赶紧走 没事不要跟这些神棍 什么参合在一起 这些神棍整天除了装神弄鬼 就是浪费你时间 你搞宗教也行 你搞政治庇护 拿了绿卡走人就行了 你大把的教堂可以搞身份 五百块就搞定了 该花钱就是要花钱 有的人就是嘴巴说的 哎呀 他妈很大饭很大饭 真的妈让他掏钱 屁都不会掏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直接掏 我看看这个人能不能帮 不能帮赶紧滚蛋 就是这么一句话 所以各位呀 现在的这种走线呢 如果还来的 我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找一个最辛苦的活 做餐馆 往死里操 操三个月了 再找一家 使命操 就是不停地操 我叔叔以前跟我说过 你换一百家餐馆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己都做老板了 然后我 我来这十几年 差不多也换了 有一百多家了 就一百多位老板 我都换过了 我觉得吧 还是自己干比较好 真的 你哪怕是自己 开个按摩店 自己开个美甲店 自己开个 什么什么什么店 都好过 他妈的去给人家打工 打工真的没办法打 打不来 没办法 做别人的事情啊 永远是不甘愿的 而且 而且呢 我 我觉得吧 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做老板 有的人就是适合 臭打工 然后老老实实在那边打一辈子 这样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要想弃想拔 先把他妈自己 当下的生活搞定了 然后不给他人制造麻烦 这一点要学日本的 不给别人制造麻烦 就是最好的帮助 从小要学会独立 像我 我是独生子女啊 我 我车子化在路上 我除了宗教信仰 依托之外 那么 我能求救的是我自己啊 我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啊 能不能有一种 想法或者改变 大部分都是源于自己想不想改变 不是你信什么什么妙 不是你信什么什么教 你他妈就会改变 还有那种整天鼓吹的自己 唯我独征 唯武独尊 唯武 啊 就是得救 唯武 就是他妈 你们信就是不得好使啊 这种 我告诉你 这种他基本上都是邪教了 这不是我说的话 这是袁腾飞说的 大部分 因为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 太多了 这几千年来 两千多年来 所有的宗教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 就跟幻殿一样 走马灯一样 一波又起 一波又没掉 所以啊 不要去什么 去过度依赖宗教 这个东西 就是当权者 给普通人洗脑的东西 那么 你真的想改变 是通过你自己内心 自我的改变 自我的进化 跟洗力 哎 那 今天扯了 有点太急巴多了 改天咱们再好好聊一聊 掰了个掰